有女生真的問我 欸 營養師那個優酪乳是不是也不錯 那我如果一針桶直接泡就去做了 我剛剛說真的 他真的很講 嘿 聽了嗎 好的 今天邀請到一位美女營養師 讓我歡迎高妹妹 大家好 高妹妹 來 先講一下坐姿的問題 我們現在炒坐姿炒超級久 他剛剛就說我們真的這樣攤著嗎 因為我們覺得原始 原始的 我說你們都要那麼Lazy嗎 除了群來 接上來 全部都攤在這張沙巴上 我們都是同等的 我們頻道就找Lazy東西 我們就是Lazy 融入一下 我們是這樣 因為我粉絲有很多就是 關於健康方面的問題對不對 對 昨天的話其實在IG上面有發問 有關於很多想要問營養師的問題 所以粉絲可能就會問 第一個想要問的是說 吃海鮮真的會比較精力旺盛嗎 那會病病給我嗎 真的嗎 會生蠔什麼 今天不是要聊私密處嗎 怎麼會病病病 沒有 病病可能是私密處 男生私密處 其實呢 有研究發現說 就是比較沒有病病給我的男生 他體內的礦物質性含量真的比較低 所以才會很多人說要吃什麼生蠔啊 蝦子啊 牡蠣啊 然後越大越好什麼 對 其實主要是希望得到裡面的礦物質性 那就可以提高他們的生育率 就是他們的精子 所以它是有邏輯的 對 因為你們知道正常的一個精子 它長這樣然後帶了一個小尾巴 這麼大的 哈哈哈哈 我們來放大計 好嗎 冰桃還大 太大 反正呢 前面那個裡面 它其實比較豐富的就是礦物質性 那其實那個尾巴它其實是礦物質性 反正就是它有 對 它其實有兩種礦物質 那主要比較大的那個 它裡面礦物質性的含量比較豐富 所以你只要多吃海鮮類的東西 它這兩個礦物質足了 它的那個精蟲就會很健康的油啊油 所以真的有效 所以是真的是是真的有 是真的有包足 但是如果你真的吃過量了 會怎樣 可能就痛風啊湯啊什麼 就是所以你其實就適量就好 會不會可以直接吃新補新的健康 新的健康 新的健康 可是營養師還是覺得就是以天然食物 天然食物比較好 所以它吸收育定是比較高的 好 那接下來題 第二個的話是我們其實很多粉絲在減脂 所以他們的很常問到的是說 因為168這件事情健康 很紅耶 超紅大家都要進行 對 然後168就是說 早上不要吃 早餐晚點吃 所以他們想要問說 那不吃早餐對身體有什麼影響 另外是想要知道 醫師對於168的看法是什麼 168早餐不吃嗎 沒有168 沒有168是任何你隨便 任何時刻 所以你也可以只吃早餐 你可以吃8到16 所以那個8是自己設定的 對8是自己設定的 對8是自己設定的 對沒錯沒錯 所以應該是依照每個人做其不同 比方說168它的用意其實是這樣 16加8是24小時 對 所以就是24小時裡面選8小時來吃東西 那假設你早上覺得你吃早餐 那你這樣 12345678 你可能到下午5點 就不能再吃了 那如果有些人覺得 蛤就是還是很餓耶 所以那你就可以往後多挪兩個小時 那你早上就往後兩個小時 你就可以晚一點結束你的晚餐 可是這樣主要這個方法會好的地方 是因為現在人很喜歡就是很晚才吃晚餐 對 或是很愛吃宵夜 或睡前就是要吃點東西 那這種人168其實他就是會限制他吃東西的時間 那他當然身體就是不會囤積那麼多 總熱量也會比較低 對總熱量也會比較低 那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現在人真的蠻適合168的 那不吃早餐呢 大家可能會問 我覺得不吃早餐不行 因為你早上已經空腹了這麼久 然後你的血液可能變得濃稠 然後你的細胞可能都沒有養分 然後就是 大家就是都很無精打采在那邊 所以你早上一定要吃早餐去 去養養他們 然後去喚醒你的代謝 就有研究發現說 如果沒有吃早餐的人啊 他代謝會比較慢 好 那下一個很多人問的是 為什麼他很多女生一直有便秘的困擾 但這些女生明明就已經有大吃菜了 但為什麼還會便秘 我覺得便秘 這一季好嚴重 你有大吃菜嗎 有啊 他是高麗菜殺手啊 對啊 可是你看起來不像有素鞭的人 那素鞭的人會長怎樣 素鞭的人他可能皮膚會比較容易辣黃 然後你看他氣色跟精神會比較不好 就是感覺整個人就是厭世 我跟你講一定要看我 他可能保養你 我的宮廷真的是都是來真的 哈哈哈哈 我真的我今天第四天沒大便 蛤 你在當兵欸 我真的就是便秘很嚴重 因為正常人應該可以一天大個兩三次都不正常 怎麼可能 我以前一次而已 我以前對於每天大便的人都是 RESPECT 我也RESPECT啊 我不是啊 我一天都大兩次欸 好好喔 是不是要固定時間打 你當門鬆嗎 哈哈哈哈 不是這樣嗎 實際的問題 就是希望你是定 那叫什麼固定時間 我不是狗 我什麼辦法 太難了吧 我不是 我就是定時欸 我每天早上起來 9點就會先上課 黃哥還可以給我點頭 他不是點頭 我很希望早上起來是大便 我跟你講真的 臭直男超爸這樣 你知道嗎 為什麼 臭直男我從來沒有聽過女生可以這樣 可是我每天大便欸 他是直男 沒有說定時 沒有定時嗎 有欸 欸就是早上故意大概9點10 對不對 完全一模一樣 吃著早餐吃一口 然後吃完 他特意要去上課 好像要吃東西會比較好 這個功能去哪裡買 但是其實臨床上真的也有很多人就是上不出來 但是原因真的很多 比方說很多人會說 欸那你有吃蔬菜嗎 其實有啊 那水分有沒有就是足夠 因為 要2000是不是 2000以上最好 就把你體重乘以30 是最少最少要喝的水 體重乘以30 6 3 4 8 1千8 了解 你有60喔 我60公斤喔 你60公斤 你60公斤 他們跟你那個保險業務員一樣輸 我不是業務員誰 劉鳳盒 就劉鳳盒還有誰 對啊 就是劉大哥 哎呀這麼胖啊 我怕太 他是真心為你 他真心覺得我胖 對啊 哈哈 哈哈 你們兩個表情剛剛也很吃力 沒有啊 我以為他是48 有喔 沒白成你耶 哈哈 怎麼這麼客套 那怎麼辦便秘 女生便秘這樣 而且通常都是女生 不會有男生 從外面聽問男生便秘 有啊 那我覺得跟習慣真的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覺得排便順暢的人 應該要幾個特徵 就比方說 他比較偏好吃蔬菜水果 然後喝足量的水 再來油脂也要夠 油脂 你會發現有些人就是吃什麼水煮餐啊 我覺得我可能是油脂 對我發現有差 油脂 食物量好像很有差 我都吃水煮 如果皆吃見非 然後又吃水煮餐 然後你那個水分也喝很少 甚至不吃三餐定時定量的人 其實是很難好好上廁所 下一個的話是女生 其實我們有很多粉絲 女生驚痛的時候想要問說 喝可可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覺得如果男生驚痛的時候 真的捧一杯熱可可甜甜的那種給你 代表他們沒有好好做功課 真的喔 男生我們都不懂啊 我們都是送熱可可給別人啊 因為其實可可它要有用 就是有舒緩驚痛這個功效的話 應該要是純的黑巧克力 它裡面的礦物質美 可能會讓你放鬆 它裡面的可可多酚 可能可以幫助你抗氧化啊 舒緩一些不好的情緒 可是如果是加了很多糖的那種 它可能一時開心 可是它可能會加重那個來的時候 有些女生不是會有些異味啊 或是燒氧的事情 它可能會加重 會影響到 對它可能會糖分過多 會讓細菌直升 喔原來糖分過多樣子 對而且當你血糖 就是當你喝下一杯 然後血糖飆高 你覺得很開心 覺得它對你真好 可是當血糖一下降的時候 你覺得 你人生怎麼那麼沮喪 他們也會問說 如果有燒氧跟有異味 悶起來有異味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靠什麼東西來排解 靠吃的是不是可以改善 靠吃的可以 就會希望說 如果那個來都容易那種癢癢 然後作例男安那種女生 他應該要在那個來的時候 盡量多喝水 因為你多喝多排 你就可以讓細菌趕快代掉 就把細菌代掉 那這時候如果 你再搭配 像有些人會說 那蔓越莓有用嗎 他超愛吃 喔是真的愛吃 其實蔓越莓有用 因為蔓越莓它裡面 有一個叫前花青素的東西 它就是 它有一個能力 叫做抗細菌沾黏的能力 等於簡單來說 靜黏不住 對等於細菌 在你的泌尿道的上皮細胞 它就捏不掉 然後你這時候在喝水 就把它沖掉 所以其實蔓越莓是有效果的 喔 很猛吃 那這樣很好 就是你可以用多喝水 然後搭配蔓越莓 然後把它排掉 那我覺得還有一點重要 就是那個蘭 一定要記得勤換衛生棉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很多人會覺得說 啊 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可是可能就悶在那邊 那如果有些人真的容易 那個蘭就很癢 就是坐立難安 然後覺得怎樣都不對的話 建議選有抑菌功能的衛生棉 像現在有什麼 而茶樹精華的那種都還不錯 就還可以舒緩肌膚那種 我會這樣說是因為 我曾經遇過蠻多女生 他們就是那個來的時候 都會覺得癢癢的 但是都會覺得算了 那個過應該就好了 就沒想到月經一過之後 它竟然癢到有一些白色豆腐 渣渣出來 發霉啊 就白色念珠菌 對 所以一定要預防勝於治療 不然那個味道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腐臭啊 魚腥味啊 甚至掉一些渣渣出來 有時候不會有 它可能是黃色綠色的 那都是細菌已經感染之身 那那時候就已經來不及了 可是一樣是你剛才有說 鵝茶樹 鵝茶樹不是減肥用的嗎 怎麼 跟貴磁明有關係 綠茶裡面有鵝茶樹 對像綠茶裡面就有鵝茶樹 那鵝茶樹這個東西 它就是抗氧化能力很好的東西 那抗氧化能力是什麼呢 就比方說我們正常的細胞 就是好很健康這樣 可是現代人不是都會外食嗎 然後生活什麼都不好 那這時候你的治療肌 就會攻擊你的好的細胞 然後把這個好的細胞變得不健康 那這時候你身體可能就會有一個小毛病 就一下那樣一下那樣 然後就是不舒服 這種是比較微小的狀況 更不好可能會 什麼癌啊什麼癌啊 都跟治療肌有關係 那鵝茶樹 它就可以幫助你去綜合跟對抗 這些不好的治療肌 鵝茶樹 對等於讓你的細胞健康 然後它還可以幫助你有一些 可能抑菌上面的功能 像有的茶樹就發現說 它可以幫助你皮膚比較好啊 或者是抵禦一些肌膚不好的狀況 你就可以舒緩皮膚 然後又可以做到綜合治療肌 那這要用綠茶洗澡OK嗎 真的我之前看過一個影片 它是說 就是他們把那個棉條塞進去 然後把濃的綠茶擠過去 為了清潔妹妹掃癢 真的嗎 真的假的 有用喔 真的 不要再信這些謠言 可是茶樹是要用吃的比較好 因為這些東西一定要用吃的進去 由內耳外 那如果要外面的話 你就用比方說有耳茶樹精華的 可能護墊啊 衛生棉啊把它抵禦 那這樣內外雙管齊下會比較好 因為我曾經還聽過 有女生真的問我 欸營養師那個優酪乳是不是也不錯 那我如果一整桶直接泡進去做 我剛剛 我剛剛都這樣講 我剛剛也想泡綠茶耶 你看就是一樣的關係 所以真的會有人這樣想 然後我就說 那如果優酪乳可以的話 怎麼不出大桶裝 它下面真的很營養感受到耶 就它很想泡進去這樣 然後就是 還有動作 我說不行 魔畫舞台 謝謝今天乾媽的書碑 超媽推出這個 極淨肌草本抑菌衛生棉 我想要問一下 那這個真的是對 就是樓下魚市場 或是搔癢的人 是真的有用嗎 其實它有通過 台日雙認診 就雙檢測 是可以有效抑菌高達百分之九十九的 真的想誤解 而且它其實因為裡面 添加了耳茶樹精華 所以它也可以舒緩一些肌膚不適的問題 你知道女生有時候那個來啊 有些人竟然會冒一些枕頭 這個臨床上真的是有遇過 其實樓下真的很容易出trouble 所以它可能會紅 會有異味 可能會癢癢的 甚至有些人那個過了才發現 怎麼有疹子 然後才要去看女生 天啊 女生真的好辛苦喔 真的 那這次衛生棉裡面 有添加雪松 薯尾草 跟柑橘的味道 可以蓋到精血不好聞的味道 天啊滿香的耶 其實淡淡的香味 淡放鬆的 對淡淡的 其實太濃也不對 對其實太濃就代表它可能香料 加太多 對 你會發現它味道其實很清淡 它就是很 對淡淡的清香 就是它主要是希望你鋪上去的時候 你有抑菌 對 然後很舒服 然後味道沒有那麼濃烈 而且因為月經來說 其實對女人來講是不舒服的事 然後其實打開的時候聞到是 好聞的味道 其實心情還是會有加分 會 而且它上面有一個 我剛剛發現一個無聊的地方 它就有個愛心 真的耶 很可愛耶 怎麼這麼可愛 就撕開瞬間會覺得 欸你懂我 就覺得蠻可愛的 這個衛生棉要怎麼貼 因為我們很多新生妹妹 不會貼衛生棉 怎麼會 怎麼可能 你上次不是為了防噴水 我就貼反啊 怎麼就貼反 怎麼貼 還有這樣還是這樣 沒差啊 這個沒差 像這種沒差 但如果是大片一點 有些真的有差 有些會可能這樣 對啦 那比較大的那個就是屁股的那邊啊 對 如果比較大的那個就是超屁股那邊啊 但如果你直接這樣黏的話 可能會很痛 不是你知道我第一次黏是這樣黏耶 你會不要試試看 不是我以為是貼起來啊 對那你毛這邊就撕起來就沒了 我撕起來就覺得 啊你太痛了吧 你太折了 不是啊 不是因為是有黏黏的 我以為這黏黏要黏住屁股 是黏內褲吧 黏內褲啦 黏你的屁股幹嘛 對我是黏屁股 我是黏屁股 我是黏屁股 然後我才以為我黏錯了 因為沒有人想我黏 你黏錯嗎 像是黏內褲才對 對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一直以為是 這兩個翅膀黏在你的腿上之類的 哈哈哈哈 小腹好像有翅膀 你說這樣黏在內褲上 對啊 男生你太智障了吧 其實是要 其實是等一下 是不是很黏 不會啊 他其實是要這樣然後反在你的身上 你是把你內褲這樣夾起來啊 對 喔 內褲夾起來 喔內褲是這樣然後夾在內褲 對啊 內褲在中間 所以他其實是跟內褲一起的 不是跟女人一起的 因為老師都沒有加到什麼用衛生物 老師不會教你們啊 我們今天都教要學啊 不然我們要怎麼學 我們是男生啊 我們現在知道了嗎 我們現在知道了嗎 浪糖欸 天啊 對啊 然後那最後你還有什麼就是那個 建議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嗎 我建議如果那個來啊 其實真的會比較容易癢癢啊 然後怎樣也不適的女生 真的要比較注意要多喝水啊 不要去憋尿 因為你一憋 你的細菌跟壞菌就憋在那邊 它就排不出去 然後它就會很猖狂的在那邊滋生細菌 對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多喝水 然後把這些東西排掉 抓它也不行嗎 很癢就抓它 可能那你手背都是血耶 啊 對啊 而且當然是皮膚如果有一些敏感的親情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就不要去抓 就不要去抓它 不然你會越抓越嚴重 那再來是如果你真的是那種就是 那個來就是會容易癢癢的女生 或是你就擔心細菌滋生 那你就用有抑菌功能的衛生棉 天啊 而且最好是有添加兒茶素的精華 它還可以舒緩 對 它還可以舒緩 不然你肌膚有一些不舒服啦 對啊 那如果是已經是那種 當你發現就是你那個過後 已經發現就是你可能會癢到有異物 或者是不明的異微 那也一定要去婦產科尋求協助 因為有些人會不好意思 真的 所以你一定要尋求專業醫師協助 來做正確的診斷跟治療 那今天乾媽淑菲呢 大手筆要抽出去六位 然後不是送一包這麼小器 乾媽送就是這個兩個 然後不同味道 再加一個這麼大的葉 用這樣三個一組然後抽出六位 大方 真的大方 那我這邊要告訴大家要怎麼抽呢 怎麼抽 你必須要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然後呢並且你要留言說 我想要蘇菲 極淨基草本益君衛生棉 然後並且附上自己的驚血照 沒有啦 我們在留言區就有驚血照 對啊 沒有啦 就是只要留出這個關鍵字 然後後面看人家留什麼都可以 然後我們就會照這個名字去抽 對 那這次乾媽還有推出一個活動 就是你只要購買蘇菲極淨基系列 買138就可以參加歐蘇珍的好禮 要登錄發票喔 登錄發票 好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呢 你一定要去我們的蘇菲官方的LINE 跟官方的粉絲團 就可以知道更多的活動囉 好的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你來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便秘就是趕快消失 然後呢就是蘇菲被騷養了 下次見掰掰 掰掰 掰掰